今年第一波寒流報導 全臺各地的溫度下滑 氣象局針對十八縣市發布低溫特報 又濕又冷的天氣 讓許多民眾穿上厚厚的外套 才敢出門 雲林則有基農也擔心機支受動 特別在機設點上瓦斯燈 為小雞保暖預寒 而這波寒流預估會從週六晚間 一直影響到下週一的上午 尤其週日到週一 低溫下探到十度 馬祖還有可能出現六度以下的低溫 雲林基農叫來一桶桶的瓦斯 要幫機設裡的小雞 點上瓦斯燈取暖 基農說今年的春天 感覺比往年來得還要冷 剛出生十幾天的小雞 最怕寒流來襲 因為小雞一旦受寒 將來抵抗力會很弱 很容易生病 在整個飼養環境有維持到一個三十幾度的一個溫度 不只有小雞會怕冷 一般的氮雞也很怕冷 天氣越冷 氮雞越不下氮 所以雞色的四周圍全都蓋上塑膠布 幫機制防寒 目前全臺人缺氮 雞蛋如果氣溫再下降 可能還會繼續影響雞蛋的產量 全臺各地都陰雨綿綿 民眾出門多少都要撐傘 受到華南雲雨區東移 還有寒流雙重影響 除了降雨 氣溫也會越來越低 氣象局針對十八個縣市發布低溫特報 從十九號下午開始 氣溫明顯降低 在晚上到二十一號期間 臺中以北宜蘭有十度低溫機率 金門馬祖可能只剩六度或更低溫 達到非常寒冷的橘色燈號等級 至於二十號到二十一號期間 雲嘉南等地 也可能會出現十度以下低溫 從今天深夜開始到下週一 這段時間 由溫度跟水氣配合得上的話 北部東北部兩千到兩千五百以上的高山 以及中南部三千以上的高山 都有下雪的機會 所以提醒大家前往山區活動 要特別注意安全 由於高山有降雪機會 為了確保用路安全 河灣山台十四甲線 翠峰至大雨嶺路段 十九號傍晚五點起 再次預警性封閉 也會是天候狀況 擴大管制範圍 至台八線中橫公路 而這波寒流伴隨很多水氣 體感會又濕又冷 因此氣象局也提醒 民眾出門一定要做好保暖 記者綜合報導 臨不均衡 齊不可